对于土葬检谷后要迁到纳谷塔 必须提供土地证明才能办理仪式 市议员张康中表示 有些年代久远地号查询不容易 让民众觉得很困扰 建议修改规定方便家属办理 大辽考谈纳谷塔预计五年后就会额买 市议员王耀玉要求尽速规划新建新的纳谷塔 避免届时无法应付容量不足的问题 这一些就是比较临近的 包括甚至有一些外来的 还是会在考谈公墓那边 所以现在考谈公墓的一个塔位 已经都不够不足 所以在这里在上个会期本席也有提出 那这一次的会期到底我们的进展到什么地方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有用一批经费 先做先期的规划 后续我们再整取一个市府 编列年度预算 陆陆续续给它 看能够在五年左右来完成 市立第一殡仪馆火化炉使用频繁 负荷相当大 再加上已经接近使用年限 市议员简幻中要求尽早拟定态换计划 才不会让火化作业受到影响 我们现在平均使用年限已经八年了 都已经超过了 那包括上个礼拜我过去去参加工具 其实开始又有冒黑烟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对于附近的环境 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 那再加上这样的设备如果使用率平高 那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发生 所以未来你们十八祖火化炉 你们要怎么处理 那是不是要请相关的单位 包括局里面这里 甚至中央有去争取相关的机会 我们全部一次 台湾的话要两亿六千七百多万 所以今经费没法兼顺的经营基 我们每一年有编列了889万 在做这一个相关的一个维护 另外这乐意区公所管辖 一公顷以下公园的宜家问题 以及辅导宗教团体土地建屋合法化 议员也提出建言提供市府参考 凤信新闻记者周恩臣采访报道